香港维员也点亮了中秋的彩灯 我们正连线正在维员的本台记者陈奇曼 与我们分享这一份兼具国风和岗位的浪漫 奇曼晚上好 科夫杨叔晚上好 你身后的维员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那么维员今天晚上展出了哪一些彩灯呢 香港市民游客在这个美好的时刻 都有哪一些期许和兴旺 好的科夫我现在位于维员的这个中秋彩灯会 可以说真的是琳琅满目 除了大会设置的彩灯作品之外 入场的不少市民游客 自己手里也是拿着各式各样的灯笼 我真的是看花了眼了 那今天在场内有哪一些有亮点 值得一说的彩灯作品呢 我们可以先看到 现场呢 这个节目夜色越来越浓 我们的来赏灯的市民也是越来越多 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也不为过 但是顺着我们的镜头慢慢的向远处看呢 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亮点的彩灯作品 可以看到有一棵很大的彩灯树 这棵树呢 大约是有7.5米这么高 那上面呢 都是挂满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圆形灯笼 非常的饱满 非常有气势 那除此之外呢 上面挂的这些圆形灯笼 其实也是大有来头的 都是早前收集的来自全港中小学生 针对国庆这个主题所做的 所设计制作的这么一些彩灯的作品 也是意义非凡了 那么我今天呢 是在早些时候跟入场的观众 入场的市民游客都有聊过 我发现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家庭单位 一家大小来赏灯的 那么有家长是特地带着小朋友 说要带他们呢 要亲身体验一下中秋团圆的气氛 同时呢 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合家幸福美满 能够身体健康 那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有一点小惊喜的是 在场来到这个灯会的外国友人 外国游客可是真不少 那我也问了他们 他们都认为啊 这个中秋的灯会啊 非常有意思 非常的漂亮 而且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 来自中华传统节目 别具特色的这样一份魅力 所以呢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么今天呢 是中秋的正日 所以呢 这一场灯会呢 也是会延长开放时间 到凌晨的12点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相应呢 香港地铁等等的 公共交通工具呢 也会延长服务时间 让大家可以在这里逛的尽兴 那么在这里 我也和香港的市民们 一起住全球华人 我们中秋快乐 大家中秋快乐 把时间召唤给两位 谢谢 好的 谢谢在维园现场的期末 也祝你中秋节快乐